徐教为在台公开露面的冯德伦 7月23日现身台北101大厦 为全球某知名钟表品牌 新款上市发表记者会造势 看前面哦 好 我们看左边 好的 我们看右边 中间 中间 好 中间 每一大哥 来 转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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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右边的媒体 大哥可以的吗 来 转一下 我们转几个非常帅气的BOSS 好 前面的媒体 来 转一下 来 转一下 来 转一下 好 很久没来台湾 冯德伦很是兴奋 却也表示隔日就要返回香港 连同台湾的朋友见面的机会可能都没有 因为他在香港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他个人的电影也即将上映 我明天回去了 这么敢没有想要在台湾 你说往哪里工作很多 工作很忙啊 我就是因为接下来就要快要我导演的那部戏要上片了 所以回去要做最后的后期的工作 难得来一次台北 记者朋友们自然很关心冯德伦的感情生活 周初冯德伦同徐若轩和舒淇之间纠缠不清的绯闻问个不听 对此冯德伦很是尴尬 百口莫辩 没有固定哦 因为就是好朋友就是不会做平常朋友会做的事情 大家都在猜你到底跟舒淇还是徐若轩谈恋爱 没有两个 就是我我觉得我应该不是他们那杯茶了 就是两个都不是 真的哦 你会不会觉得现在是单身很有价值 大家都会把女明星跟你的名字牵在一起 这个他们想多了 就对啊 那你现在有那个心理的对象吗 没有啊